大家好我是旭哥渥可安 歡迎收看旭哥羅梅莎冒險 復活血神RS冒險 那今天這一集剛好是適逢聖誕夜 那做個聖誕的特輯 聖誕特輯我來講一下就是聖誕活動的新角色 就是SS里奇 那我們順便講一下就是最近就是 可以刷就是最好練關卡 那我旭哥推薦給大家就是 等一下會推薦給大家 在壓制上那邊 好那 現在總戰力一百四十八萬三千三百五十四 應該是靠禮奇啊要推薦一下快一百五十萬了差一萬多而已 應該很快就一百五十萬了 所以差不多 那我們就直接進入那個 角色這邊 那還沒訂閱頻道記得訂閱頻道隨款復活血神的轉彈冒險攻略還有角色戰役分析 那今天聖誕夜 聖誕夜那講一下這個聖誕節的角色 禮奇 那這隻禮奇呢是你在那個活動的兌換所可以換到的 我等一下會跑一下給大家看 那這個就是我先練到四十二等 那慢慢可以升上去啦可以升到五十等但是我先升四十二等 那圖面就還OK啦 就是 反正大家應該也不會有特別有興趣啦假如是女角大家比較有興趣啦那我就直接講好了 那第一招兩段斬呢 威力低BP4的話 堪用啦 那第二招殘象劍很實用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殘象劍一直升不起來 可能是不是我的那個每次都放到第三招因為我有時候那個隊友很快就把怪清完了 我在練功的時候他可能就直接放到這個升星星 這招還蠻帥的斬家樂 但是我是覺得殘象劍是最實用的啦 升星星的話還蠻帥的但是 威力只有S而已 威力只有一個S而已然後BP13有點多 他是斬家樂的 那這隻因為免費角嘛加減用 但是他有一些技能還不錯像第一招反攻守護 就是受到攻擊的時候呢他可以 減少承受傷害 然後還可以用斬屬性進行緩擊機率中 這招還不錯喔這招其實不錯一個免費角來講 他送了這招還不錯 那第二招永劍守護就比較可惜有點廢招 好就是大概可以擋個幾次啦 就是一開場的時候可以用到 那第三招精神亢奮是常駐的傷害上升第3級 那我覺得他的亮點是這個被動技能的第1招 加上他有這個殘象劍 殘象劍我覺得還蠻實用的 那這隻是免費角啦所以我覺得可以拿來練一下 那李奇的話 就是跟前面他們也有送嘛 前面有送李奇像是在 前面應該不是送啦就是你前面應該都有其他的李奇 我找一下 前面的李奇在哪裡 元李奇 找到我在這邊 那其實 這三招呢 都沒有很實用啦 所以我也沒有特別去練這幾招 最主要也是他是南角吧大家可能也對他沒有特別興趣吧 像之前沃德是因為有出SS我才有練一下啦 那李奇還有一隻 這邊A的李奇 這三招呢 也是沒有很實用啦 就好吧 所以李奇你就 拿來練那個 殘象劍就好 我覺得殘象劍先把他練滿啦 殘象劍打全體也倒是蠻實用的 殘象劍可以拿來玩一下 李奇 那我覺得 以一隻免費角來 講有送這個殘象劍還不錯了 還不錯了 那就可以拿來加減玩一下 然後他又有反擊 他又自帶反擊其實還不錯啦 這個是聖誕角 那我建議就趕快去換一換吧 在這個活動呢 你就是250碎片就可以換到了 我還沒抽啊 抽個每日抽好了 明天還抽個轉蛋好了 好像很久沒有抽轉蛋 那接下來講一下就是 聖誕活動還有練功 那我覺得 練功有沒有 今天聖誕節會不會來個 來個大獎 想太多了 好 看一下 2800 在這個 這一次活動有沒有 就是 聖誕活動啊 我不知道為什麼現在多加這個什麼挑戰啊 這有點煩啊 慢慢打上去啊 可以打啦 那慢慢練啊 這個通常都要手動啊 我是有時候蠻懶的 那可以打一下 那 你這個 Normal Hard 打完之後呢 就去換嘛 換的話基本上就是先把李奇換完 李奇這個250換一換 然後這一次還不錯 就是有其他聖誕角 你也可以這邊換 啊有的話就把他換一換 像我已經把那個 莫妮卡換掉了 那這個武器就不要換啦 這武器都蠻廢的 你直接用刷的會比較快啦 你可以刷到不錯的 這武器你可以用刷的 然後可以刷到不錯 像我刷到這個利家的白鬍子槍 你用刷的就好 這個不要換啦 這四個都不要用換啦 你就直接用刷的 刷到會比較好 然後祕傳書可以換一換啦 那這次活動我覺得 一如往常的 不會太難 然後就是 就是把李奇刷滿 李奇刷好刷滿 然後 還有那個他有一個就是轉蛋券 轉蛋券是有奇效線的 就是你趕快就是換一換 好像是到元旦吧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就是 練功的話我還是推薦啦 就是最新的這個壓制戰 我建議的話你可以趕快把這個聖誕活動打完趕快去打壓制戰 壓制戰的話這邊還蠻適合練功的 在多人這邊呢 像我的隊 我的 這一隊的戰力啊 已經來到 41800多了嘛 但是我在這邊還是可以就是練起來 你看 我這一隊是 總戰力是41833 有沒有 41833 但是我這邊還可以升能力 而且我這邊還可以練就是白牆火還有 克羅迪啊 還不錯 我兩隻主力都可以在這邊 那要練的話呢 我建議大家用第一關就好 第一關因為第一關最簡單 然後也最快 所以你就刷第一關就好 因為你不管刷哪一關他的 呃就是 能夠加的 就是能力上限都是一樣的 所以你就刷第一關就好 就跟之前那個武道會啊什麼那種練功的都一樣 就刷最好刷那一關就好 所以這個你就刷這個第一關嘛 這蠻輕鬆啊我按錯了 按到一般auto 被白打一頓 害自己的害自己的人被多打一頓 可憐啊 我剛剛按到一般auto了 哇那個 我們看到白牆那個不是綠毛剛才打出一萬八千多啊 那個傷害值 很驚人 哇大招也打一隻好浪費喔 看都是覺得好浪費 我剛剛按到一般auto 前面所以多浪費了一回合 那有了這個 就是 那有人說想要看那個白牆尾的那隻星的 有沒有刷起來其實蠻快的 這一關其實蠻容易的 然後他這一關呢是我所有的角色 就是已經那麼高的練度喔 總在力道41000多都還可以繼續提升能力 他們身上都還在發光 所以呢這個聖誕節 不是聖誕節 這一集呢就講一下聖誕活動 順便就是講一下 可以去刷 那最近呢這個有新開了一些路 新開一些寶箱 大家可以去拿一下 轉一轉 加點轉一下 像這邊都可以 一路開過去 哇 大家打好認真啊 我也來刷一下好了 這個就是你可以就是 拿一下寶箱 拿一下這個 一關有30啊 加點拿好不好 雖然少少啦 但是加點拿機少成多 這邊我覺得是蠻好練功的啦 你就派你最強的隊就好 基本上都可以練啦 除非說你已經真的 就是練功達了 把水喝完把他全部練到滿 那白槍尾的話我之後再找時間會 再做一下白槍尾的 另外一隻白槍尾 其實我覺得他的技能還蠻好用的啦 我之後會把他覺醒一下那個 劍光 那招其實蠻強的 打一些就是 單體的boss還蠻實用的 像我最近打螺旋迴朗就覺得 還不錯 這隻是不是沒穿衣服 最上面那隻是沒穿衣服 聖誕節的大禮物是不是 不穿衣服給你看 他其實蠻快的啦不難 我這邊我都開auto而已啦 不過最近我覺得那個螺旋迴朗有沒有 我覺得是不是有變難啦 就是我為什麼打60層好像 有變吃力了 我覺得好像有變難的感覺 能力還沒有上升 508級了 好這邊就拿一下這個東西 其實 對換鎖啊什麼去換一換 那今天的聖誕特輯講一下聖誕的角色 聖誕的活動 還有順便講一下可以練功的地方 今天就多合一吧 一次講講 那也祝大家就是聖誕能夠愉快 雖然我搞不懂聖誕節其實 好像也跟我們沒有什麼太大的觀點性 反正就是一個節日 我也不知道就是這個梗到底是在幹嘛 反正就是商人一個節日 那我們就是 加減 加減跟風一下 那就是這樣 今天就是把這個 用用 然後 對還有就是 我最近發現他有一個梗 就是他這邊有那個 Thank you For always playing 這邊 他這個聖誕節 他這個活動有一個梗 就是他在下面這邊 就是他這個城牆上面有寫字 就是我無聊在那邊看 因為我在點那個驚嘆號的時候看到這個 最近都很多驚嘆號 連我在做轉單分析很多驚嘆號 驚嘆號就是最近的主流 好 明天可能來抽個轉蛋吧 要不然都不抽轉單的無趣 還是來抽個 反正看到什麼就抽一抽好了 好那今天就是記得大家去打一下鴨製戰可以練功啊 我覺得鴨製戰是目前最好練功 因為之前那個 洞窟已經 有時效性嘛 那大家就去打鴨製戰 練功還可以順便刷一下就是道具 道具可以換一換這樣 好吧那今天 虛哥羅面紗的冒險就錄到這邊 那我們下一集見 我們下集見 走 打造成 Behind掌聲 啊 走